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清世界 日前美国田纳西州发生一起货运列车 撞穿载着混凝土横架的连结车 造成多节车厢出轨场面惊险 索性司机及时跳出车外逃生 一列货运列车迎头驶来 蓝腰撞上一辆载着混凝土横架梁的连结车 瞬间发出巨大声响 现场发出火光 扬起大片烟尘 随后列车挤成一团 多节车厢出轨 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一辆混运列车 在田纳西州克里吉戴尔一处平交道 发生追撞出轨的意外 目击民众威尔温表示 他当时正想让孩子看看卡车运输的 巨大混凝土横架梁 结果火车就来了 意外发生后 威尔温很快把车停好 去查看司机们的状况 索性他们已经逃了出来 当局表示 这起事故造成三辆列车头 与十节车厢出轨 两名列车组员受轻伤送医 火车上没有载运危险物品 连结车可能因为前方的停止行进耗制 才导致长长的车身无法穿越平交道 停在铁路上 南美洲的加拉巴哥群岛上有许多特有的物种形成独特的生态圈 科学家们在群岛中的沃尔夫火山附近 首度发现了极度冰围的粉红露宾西宝宝 因为全世界只剩下200多只 幸运生命的诞生就是这个物种的大好消息 粉红露宾西丝毫不介意周围人群 自在地晒着太阳 它们是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岛的特有物种 全世界只剩下200多只 被列为极度冰围 近日在伊沙贝拉岛的沃尔夫火山附近 首度发现粉红露宾西的宝宝 小时候它们的皮肤竟然是绿色的 长大后才慢慢变成粉红色 成为科学家们的重大发现 粉红露宾西有着深色条纹 身长约有50公分 最早是在1896年被国家管理员发现 过了数十年之后 科学家2009年才确定将粉红露宾西 与其他裂西区别开来 成为一个独立物种 它们平常生活在火山附近 约600至1700公尺高的山坡地 而岛上有人为引入的镊齿动物 可能会对粉红露裂西的生存造成威胁 因此科学家们在国家公园里 建置一个研究和监测站 希望能贴近它们的生活圈 在需要时就近采取行动 保护这稀有而脆弱的独特物种 鹅肝是法国著名的美食之一 但是养殖过程的强迫味食常引人诟病 因此巴黎有间餐厅使用天然植物性食材 制作出全素的鹅肝 口感和味道不输真的鹅肝 让许多人赞不绝口 千一大块绵密的鹅肝 放在心脆的饼干上 这是法国逢年过节时 餐桌上常见的菜肴 然而要养出肥大肝脏的鹅和鸭 通常是用强迫喂食的方式 这样的饲养过程也引起争议 因此巴黎的素食餐厅竹竹伯格 在两年前推出全素的鹅肝料理 作为动物性鹅肝的替代品 没想到相当受欢迎 伯格研发的素鹅肝使用腰果 葵花油和椰子油等 天然性植物材料 混合均匀的材料 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出的成品 看起来就像一般的动物性鹅肝 但口感更加绵密滑顺 虽然鹅肝是经官方认证 为法国文化和美食遗产的一部分 但助于动物福祉方面的考量 一些国家和美国洛杉矶 纽约等地都已经立法禁止贩售 然而法国鹅肝生产商 在上个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有77%的法国人 还没有做好改吃植物性 人造鹅肝的准备 西非玛丽共和国一名妇女 2021年在摩洛哥的医院 生下9胞胎 打破了单胎分娩 存活婴儿数量最多的 金屎世界纪录 可惜的是 这9个孩子在出生19个月后 终于和父母一起平安回家了 这9个宝宝是世界上唯一自然受孕的9胞胎 他们在去年12月出院 和父母一起搭飞机回家 与姐姐团聚 9胞胎的母亲在2021年确定怀上多胞胎后 引起全国关注 玛丽政府出资将她送往摩洛哥的一家医院 她在怀孕30周时 剖腹生下5名女婴和4名男婴 比当初预期的7胞胎还多出2个 9胞胎出生时 体重在500到1000公克之间 有医疗团队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 现在9个孩子都很健康 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他们已经成为玛丽家喻户晓的明星 当局也将继续为这个家庭提供支持 由于俄乌战争导致乌克兰供电供暖等系统 遭到严重打击 在平均气温只有-6度的基辅冬天 国家植物园内的热带与亚热带植物 纷纷出现黑点的冻伤现象 乌克兰基辅一座物种丰富的植物园 小制半夜球兰松罗 大道普葵棕榈树 近期因乌克兰严重停电 影响供暖系统 导致这些源自于热带亚热带的植物 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俄乌战争 让乌克兰基础电力设施严重受损 导致供暖系统无法正常运作 冬天平均气温低至-6度 要让植物园内维持热带气候可为难上加奶 许多植物都出现黑点的冻伤现象 目前植物园不得已只能拿出桶子和锅炉 暂时以烧柴提供热能 然而烧柴并非解决之道 若室外温度低于-5度以下 植物园拥有的原料只能维持2到3天的热能 格里斯卡国家植物园 藏有许多源自苏联时代 科学家到六代地区进行研究后带回的植物 这些丰富的物种基因 都是国家珍贵的资产 到家了吗 到家 累就要休息 在台北混不下去 回家 什么跳出在台北混不下去就回家 你每次都不信任我 算了 我昨天寄东西上去 你有收到吗 小时候 放学签字年 你都会吵着要吃这家的豆干 妈 我下个礼拜没班 回家一趟 担心长者独自在家吗 TTDC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不在家 也能了解长者活动情况 紧急状况时 第一时间救援 多一层保护 多一层安心 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用最好的 守护最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3岁的英国男子麦基在2022年 无论划风下雨天天跑一场全马 为家乡的癌症援助组织募款 一年后他成功跑完365场马拉松 达成100万英镑 约3700万台币的募款目标 跨年夜麦基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家乡 坎布里亚冒雨完成2022年第365场马拉松 现场民众为他祝贺欢呼 育有三子的麦基在塞拉菲尔德核电厂工作 自2022年1月1号起 每天早上5点起床 在上班前跑完42公里 累计跑了15300多公里 跑坏22双运动鞋 麦基每次跑步时间大约4个多小时 但他并不孤单 自去年7月以来陆续有跑者加入 甚至在圣诞节当天 也有数十人陪着他一起跑步 协助他完成这个艰难的挑战 印度一位数学老师历时13年 将一辆1980年代的燃油老爷车 改装成了太阳能电能双动力汽车 车门更换成欧义门相当拉风 从头顶拉下车门 印度克什米尔的数学老师 比拉·艾哈迈德 驾驶着自己改装的老爷车 满心自豪 汽车原本是1980年代生产的 尼桑Makra K10 艾哈迈德用了13年时间 先试验了全电力汽车 之后再改装为 使用电力太阳能双动力 为了让车看起来更加酷炫 他还把普通的车门 改造成向上飞起的欧义门 让人想起电影 《回到未来》里的迪罗伦时光机 如今这辆车仅靠引擎盖 和后挡风玻璃上安装的太阳能板 就可以自行发电行驶 在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 汽车可以续航50公里 这是印鼠克什米尔地区 唯一的一辆太阳能电力 双能源汽车 在油价剧烈波动的今天 尤为特殊 印度纯电动汽车的售价 折约2.4万美元到3.6万美元之间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 埃哈迈德认为 自己的改装车代表着未来 在北美刚刚过去的假期非常寒冷 美国犹他州的一支警方 救援团队 用爱心温暖了荒凉的大峡谷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善举 白雪矮矮的大峡谷 哈气成冰的山野 美国犹他州的瀑布峡谷 在寒冬时间 一如既往的美丽动人 趁放假 狗狗纳拉跟随主人登山见走 却不幸走丢 困在大山里一整夜 美国县警局的救援小组 在无人机的帮助下 终于在一处悬崖边 找到了孤零零 思念亲人的纳拉 徒步登山 长途跋涉 救援小队终于来到纳拉身边 可狗狗见到陌生人不停吠叫 想逃跑又不敢跑远 似乎在抒发着心中的委屈 也表达着自己的惶恐 人类是智慧的 救援人员变魔术一般 掏出一点好吃的放在地上 开始了守株待兔 闻到香芬芬的美味 饿了整整24小时的纳拉 很快放下全身的戒备 走上前 突然 救援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抓住了纳拉的牵狗绳 纳拉吃了别人的嘴短 也就顺势钻到救援人员的背后 感受着人类带来的温暖 尽管在荒野待了一整夜 索性纳拉只是受了些许轻伤 在确认了救援人员是好人之后 纳拉愉快地跟随他们下山 终于在夜晚再度跟主人团聚 SpaceX公司1月3日启动了新年发射计划 列音9号火箭成功将114颗卫星送入了轨道 3 2 1 美东时间周二早晨9点56分 列音9号火箭从美国佛州 卡纳维拉尔角的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开始执行运输者6号任务 也就是SpaceX小型卫星共乘计划的第6次任务 列音9号此次将把来自23个国家 包括立方卫星 微卫星和皮卫星等 多达114颗小型卫星送入禁地轨道 大约8分半钟后 列音9号的一级火箭成功返回卡纳维拉尔角 这也是这枚一级火箭第15次被成功发射和回收 2021年1月 SpaceX用列音火箭执行了其小型卫星共乘计划的首次任务 将143颗卫星送入太空 创下了一枚火箭单次搭载卫星数量的最高纪录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万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熬制幸福的礼物 农米预录 为了迎接2023年第一道曙光 阿里山日出印象音乐会 在寒风飘雨中盛达登场了 配合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 为现场气氛带来朝气 清晨四点多 许多游客们已经在海拔2485公尺高的阿里山筑山停机坪 等候着欣赏交响乐演出 并准备迎接2023年第一道曙光 虽然天候不佳 天空中一直飘着雨 但也不减游客们对未来的期待 第一次参加然后音乐也很美妙 所以还好 不会觉得失望 很好玩 觉得很棒啊 很好玩 不会啊 只有光啊 天气这么冷 沿途都还有那个姜茶 还有热饮来补充 给我们喝还不错 没有看到日出但没关系 还有机会还是可以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疫情年赶快过掉 然后希望大家有新的开始 指挥家江靖波率领月星之时管弦乐团 演奏维也纳的早中晚序曲 拉开活动序幕 创作歌手魏佳莹 张宇农及黄廷瑞 也不畏寒风拿着雨伞尽情开唱 从清晨五点三十分开始 进行两小时的演出 帖同大家一起迎接2023年的到来 今年碰到一号下雨 但是太阳并没有拖揽 我们还是从五点多 天晨的时候 等到天更 那天也更表示什么 表示太阳出来了 那只是今天是雨天 所以我们看不到它出来 那一剎啦 它带给我们的温暖 那不管怎么样 那整个新的一年 我们还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新年快乐 阿里山日式运享 已经联系办了21年 让大家一起迎接曙光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 还有心旷神移的这种感觉 随着天色渐亮 众人将目光投向玉山南风右侧 但音飘雨始终未停 无法看见曙光穿透云层 翁张良县长说 虽然没有看见日出 但希望大家打起精神 以活力与朝气迎接2023年 台东的都兰观海平台 最近成为网友的打卡热点 虽然只是在海边 增建一些简约的装置艺术 但是迎向大海的荡秋千 和一览无异的沙滩海景 让它成为台11线上的最新亮点 荡着秋千迎向大海 飞向蓝天 美景尽收眼底 让人放松自在 这种荡在蓝天碧海的滋味 是许多游客难以言喻的出体验 火炬创意的秋千 漂流木搭建的爱心图腾 简单的电话亭 跟这个大人也想玩的滑板 最特别的是 还是有贴心的手机脚架 虽然没有这阴的地方 但海东亮丽的阳光 海滩与沙滩 却是游客看海 抒压的好地方 很方便 因为出门不会带脚架 一个人带太重了 很胖很好玩 这个装置艺术很简单 可是让我们全家人 都感受到很快乐 多栏观海平台的前身 是营建废弃图的气质场 为了改善环境和美化海岸线 台东县府把它打造成 免收门票的观海平台 如今成为台11线上 最新的上海打卡热点 国际深光艺术节 继去年10月份 在台东资本展出之后 又把其中三件 结合光科技与装置艺术的 大型作品 遗失到了台东市旧火车站前 为台东市区增添一出 绚烂光彩的夜景 黑白交错的动态光影 照亮台东市旧火车站的夜空 加上七彩变幻的深光秀 让这场取名为原生的作品 更显得绚丽夺目 我觉得很炫 然后吹光效果很好 这个地景很独特 会吸引到我 会吸引我到这边来 另外这件粉红色浪漫 作者采用细尖的竹子 一根一根地种出了 一片柔软的白色芒花 白马站立其中 一抹粉红把这片雪白的森林 衬托得格外梦幻 很漂亮 很美丑 然后很大自然 我只是想说利用前面的 这样的这些树丛的关系 带帮帮帮帮拍出那个 所谓的景深感这样 有没有拍出有意境一点的感觉 反正现在的智慧型手机 其实都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以能量满满在一起为主题的 深光艺术装置 不但丰富了民众多层次的感官体验 为台东注入创新的艺文能量 也活络在地的观光产业 走入2023年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式迎接新年 下面带大家去到日本 达摩不倒翁的故乡 逛逛那里的市集 看看那里的人们 是如何迎接新年的 新年一时 高级车站前的达摩市集里 人群熙熙攘攘 到处都能看到 大大小小的达摩不倒翁 尤其是这座高2.8米的口罩达摩不倒翁 巨大的身躯 魄力十足 粗眉大眼 红色的圆滚身材 在节日里格外亮眼 这些不倒翁 就是集市的绝对主角 高级达摩不倒翁 达摩不倒翁 是模仿达摩祖师打蝉的模样制成的 形象上 也呈现出了达摩祖师 粗长的眉毛 以及嘴侧的胡须 颜色以去除血气的猪红色为主 寄托了人们 祈愿新年趋吉避凶 去病消灾的美好愿望 现场还有专门人士 在达摩身上 线上埋住要求的字样 生意兴隆 身体健康 学业顺利 包含着人们 对新年的美好憧憬 主办方还准备了两座 1.7米高的 大达摩不倒翁 前面大排长龙 人们耐心等待着 将新年愿望写在上面 江湖时代开始制作达摩不倒翁的高棋式 每年的产量 温居日本第一 有着达摩不倒翁故乡的美誉 每年的集市 都吸引数十万游人来访 购买吉祥的达摩不倒翁 享受美食 和家人一起 迈入崭新的一年 大清世界陪您全家人 一起长知识 和家欢找创意 我是雨萍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